大家好,这部影片比较短,但是蛮有意思 这是一尾竹甲鱼,有的人叫硬尾,刺破,或者是巴郎,木口 都有些微的差距,但我分不出来,我都统称竹甲 这种鱼新鲜的很好吃,当天买,当天做生鱼片很棒 如果当天吃不完,就要做一夜干 用盐熟成去除腥味,比较好保存 那吃生鱼片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虫的问题 除了在内脏里面容易看到一条一条的寄生虫 还有包子虫有时候也会长在鱼肉里 所以每次要做生驰我都会检查内脏 鱼切开之后近距离观察鱼肉的状况,这样比较安心 不希望家人朋友吃到怪怪的东西 鱼肉切下来表面就有一些白点,我当下没有注意到 因为鱼肉的光泽弹性看起来很正常 后来在去除鱼腹骨的时候就看出来了 我从鱼肉中间切开,这样看的比较清楚 这个长在鱼肉里的白点,它是不正常的 再切深一点,这样应该就更明显了 这应该是某种包子虫感染到鱼的肉里面 这是静态的,画面比较没有那么惊悚 但生的吃下去还是挺恶心的 同一条鱼的另外半边鱼肉也是有 所以这个鱼生病了,遇到这种情况就不要吃生的 煮熟吃比较安心 这个小短片跟大家分享,我没有在饭点的时候发 希望不会影响到各位的食欲 拜拜